另外來看看三月份第一個交易日 台股總算回神上攻 開盤一度大漲300點 但後來隨著電子全值股拉回 每股期貨走弱 也讓家全值數在五盤過後漲勢收斂 萬六大關得而復失 中場小跌6.92點 收在15946點 上攻遇到了壓力 但是內資投股專家卻分析 台股三月天不淡 甚至有投股看好台股 有望朝著16700點的大關買進 台股連續多日震盪剧烈 是嚇壞不少散戶投資人 但第一金投股董事長陳一光認為 近期波動屬於牛市修正 而不是熊市開端 投資人不用過度恐慌 萬六千點上下震盪三四百點 低點可能在15500到15400點 這個地方 然後高點可能就16500到16600點 這個地方做上下震盪 假設三月份你要去供17000點 我覺得以上禮拜那個挑空缺口 16322點那個地方 我覺得要先回補 周二加全指數早盤 在電子全職股其力帶頭上攻下 指數最高衝上16262點 台積電一度大漲1.5% 大力光股價最高衝上3400元 部分電子全職股出現賣押 也讓漲幅因此收斂 摊開歷年三月台股行情 多是偏漲走勢居多 其中近十年與二十年的三月 大盤漲率都高達六七成 其中又以電子金融與塑膠 漲勢尤其明顯 第一季我覺得六成的非電子 四成的電子 電子的部分的主軸放在OTC的部分 然後非電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較偏向 是在傳載裡面原物料 鋼鐵部分的報價目前還是呈現一個上揚 然後另外就是搭配一些汽車零組件 金融內股它在整個這個利差 有預期擴大的這樣的一個效應之下 再加上說現金值率偏高 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標的 內資投顧四大台股名師 包括華南投顧董事長除香生 第一金投顧董事長陳毅光 趙峰投顧董事長李秀麗 與統一投顧董事長黎芳國 同聲看好台股三月天不淡 其中又以黎芳國看好台股 攻上一萬六千七百點最為樂觀 普遍看好半導體族群與高股席族群 法人點出雖然短線 美債殖利率走升等不確定因素 但國際資金依然豐沛 三月台股確實還有可能持續向上攻堅 記者周田麗蓮失修 台北三方報導